大家好,现在我要录一段视频 视频的题目是 马航370政治谋杀案的真实背景 就是中美关系 就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薄熙来 对张阳和许悦的政治谋杀案 那我现在跟大家谈第一点 也就是说 在2004年 在荷兰的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制定了罗马约 那么全世界基本所有的国家都参与了这个条约的制定 并且签署了这个条约 那么其中有三个国家没有签署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中国说要和其他国家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美国呢涉及到战争 谁发动战争的起因 谁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 还有以色列人签署到以色列定居 以色列人定居点的问题 然后整个这个事情呢 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马航370案 它直接关系到了中美关系 直接关系到中美关系 那我给大家破一下这个密码 破一下这个密码 也就是说马航370案 马航 我是那匹马 我妻子是那头牛 对吧 他把我犯了当作出物了 对吧 然后37开呢 指的是毛泽东是否37开 这里呢 那灵呢 一这是一个圈套 大家听那个马利亚凯利那首歌 英雄那首歌 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一个圈套 害人的圈套 另一个呢 这里头有个洞拐 洞拐 大家在中国呀 怎么把这灵呢 叫洞 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 共产党曾经派一个在北京通州住的一个 呃 他的丈夫 是开台交厅的一个女流氓叫董静 正好洞拐 洞拐嘛 对吧 他这里头是呢 牵涉到 这个女的当时个子很高 大概一米七五 他牵涉到就是说 基辛格在访问中国的时候 曾经带了一个非常高个儿的 女人是基辛格的老婆 比基辛格还高 然后牵涉到这个中美关系 那在这里头呢 从09年的时候 我在天相应国际广大公司 在那打工的时候 打工三个月 里头遇到了这个姓董的 当时我第一 那是第一次 在北京 这个共产党 从通过08年对我的大规模迫害 没达到谋杀 没达到杀人灭口的问题之后 09年再次利用董经 来从事刑事犯罪 就栽赃陷害 找杀行中杀人 那么当时 在09年发生了一起杨家案 北京有一个小伙子 因为在上海 对吧 骑自行车 与上海警察发生冲突 然后上海警察用神经控制武器 对这个杨家 返回北京的杨家行凶 杨家奋起反抗 到上海杀了14个警察 而我也正从09年 中国共产党 开始对我进行神经控制武器的迫害 并且他到今天 还在我的屋内 使用这种现代妖术 用高强度的电磁波辐射 残害我和我的妻子 他不仅灼伤我们的皮肤 然后用物联网技术犯罪 制造我家用轿车的机械事故 并且还制造交通事故 进行敲诈勒索和诈骗 灼伤我妻子的皮肤 对我们使用这种精神酷刑 进行残酷的虐待酷刑和迫害 这是一种现代妖术 他等于把我们关在了精神病院 把我和我妻子关在了精神病院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必须说的 从头说起 那么就说在8964事件之前 曾经发生过一次 88年的汉城奥运会 当时大家还记得那100米比赛吗 一个是加拿大选手约翰逊 他本来取得敌意 后来说他服用了兴奋剂 然后是美国的刘毅思 刘毅思嘛 就是通过纹刀子改变这个人 对吧 刘毅思 黑人嘛 他当然是贩卖人口 对不对 大家再看看玛利亚凯利那首歌 英雄那个圈套 他根本是贩卖人口 谋财害命的一种罪行 然后这里头呢 又牵涉到在2002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叫玉石群的一个人 强迫我购买中美大都会的 这个商业保险 被我拒绝 而在2002年的时候 我的身份证被盗窃了 然后在上海补办了 在我的身份证后面加了一个X 是个未知数 未知数 2002年的我的妻子呢 也来到了香港 那这说明从2002年开始 2002年开始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北京的精神六院 开始实行实名制 我说就是为什么 开始实名制 以前都不是实名制 为什么从2002年开始 而我的身份证打了一个X 就是我是不是精神病 我的妻子是不是精神病 从来日起 他们的我的父亲 就在凶手的指使之下 大肆伪造我的精神病病例荡案 开始从事刑警犯罪 从2008年 我的妻子到军营酒店 在那里打工 而我遇到北京 遇到了一个叫孙怡的一个女人 对吧 她的父亲也死于共产党的毒手 从那时起开始对我进行大规则破坏 那么说从那时起 这伙人盗窃了我和我妻子的身份 然后假冒我们 从事集资诈骗 洗黑钱等重大刑事犯罪活动 然后最后呢 想通过以政治谋杀的手段 掩盖他们重大的反人类犯罪活动 一是发卖人口 二活摘器官 三诈骗集资 四洗黑钱 五存在了杀人灭口的种种罪行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给大家以前都说过巴拿马文件 一个是在东莞的 这个西越珠包资源有限公司 还有我跟大家说过的 在天津杭州和北京的 以我的名字注册的 十个地址 至少十九家巴拿马文件公司 涉及了庞大的资产 洗黑钱 对迫害的我的这个伙人呢 他们一直在当我的精神病人 他们在我的屋内 从09年开始使用电磁武器 疯狂行凶犯罪以来 在我妻子的屋内 也使用同样的电磁手段 对我们进行惨无人道的破案 栽赃我们是精神病人 我的妻子甚至被他们 诱拐到精神病院 进行勘压 绑架 被绑架到精神病院 进行勘压 那么他们弃取我们的身份 盗窃我们的隐私 霸占我们的权益 抢夺我们的权利 抢夺我们的财产 对我们进行栽赃行案 那么这伙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妻子的父亲 自称他自己是国安 而我的父亲 自称他自己是国宝 这伙人呢 害我们这伙人呢 现在就在北京地面 大家都知道雷洋啊 雷洋被处决了 我妻子的前夫就姓雷 我就是张强 那么在这里头呢 大家都知道 傅政华和孙女军 在北京国际俱乐部 进行了肮脏的勾打 因为雷洋 及其几千人 参与了这个一系列刑事犯罪 所以雷洋被灭口了 那么这伙人在北京 他都干过什么呢 一大规模组织卖淫 逼梁为昌 二他轮接命运的女中学生 三 这伙人手上有多起人命案 而且他们主要的一些人员 就是国家国安国家安全局的人 还有国保人员 这伙人极其凶胆 无恶不作 那么这起政治谋杀是什么样呢 因为他牵涉到毛泽东的政治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 司法 毛泽东评价 以及我和我妻子西悦的政治地位 政治权力 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 这种情况下 以江泽民 就江泽民作为主谋 由江明恒执行 由胡锦涛执行 配上薄熙来和习近平 对我们的 我和我妻子家族 进行了政治性的谋杀 大家都看过赵氏孤儿那部片子 那里的图案就是那个江泽民 那两个死士 是谁呢 我是那个赵氏孤儿 我和我妻子是那个赵氏孤儿 那两个死士是谁呢 就是习近平和薄熙来 所以说习近平和薄熙来 本身两个 他是两个杀人犯 他是这些政治谋杀的凶手 所以我跟大家说 马航370的政治谋杀案的真实背景 就是中美关系 就是江泽民胡锦涛 习近平薄熙来 对张阳和习悦的政治谋杀 See ya 对张阳 对张阳